躲在树上的男孩发现一群怪物聚集起来 似乎正在召唤某种可怕的怪物 他转头询问野猪精他们在干嘛 当男孩再次探头往外看时 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空旷的大地上无数的落叶正在旋转起来 似乎有可怕的怪物正在破坏中 没想到的是 黑精灵召唤出来的竟是一个步履蹒跚的老头 杰瑞看到他们竟然如此害怕 一个老头不禁发出疑问 野猪精赶紧提醒他不要被表象蒙甜 这只是他的伪装 大魔王禁止走到赛蒙面前逼他交出大宝典 害怕的赛蒙表示大宝典并不在自己身上 但是大魔王并不相信 夏令让手下蛤蟆精搜他的身 躲在暗处的野猪精明白只要大魔王拿到了大宝典 所有人都活不了了 刚好他现在化成人形正是最脆弱的时候 野猪精刚准备趁机上前干掉大魔王 可突然上方飞过一只小鸟 他瞬间就被小鸟吸引走了 野猪精实在是太爱吃小鸟 这一操作把杰瑞都搞猛了 大魔王这边把赛蒙全身搜了个遍后 并没有发现大宝典 只好出言威胁他乖乖回去把大宝典拿来 赛蒙走后 狡猾的大魔王再也不装了 开始变成了本体模样 后听到了大魔王的阴谋 杰瑞赶紧拦住哥哥的去路 跟他说明了一切 得知大宝典在杰瑞身上 哥哥赶紧去抢 就在两人争抢的过程中 那群蛤蟆精追了上来 两人赶紧起身撒鸭子逃跑 身后的蛤蟆精紧追不舍 眼看两人就要跑进保护圈里 哥哥却不幸被蛤蟆精绊倒 蛤蟆精撩起裤脚就咬了下去 看到哥哥受伤杰瑞赶紧丢下大宝典 危机时刻 他转身救出被困的哥哥 蛤蟆精们只能在保护圈外赶着急 就在两人以为危机暂时告一段落实 姐姐从树林中走了出来